中隆呼吸症过去MERS在南韩爆发疫情 南韩保健福祉部22号最新通报 确诊患者新增3人 总数达172人 死亡人数增加2人 总数共27人 致死率提升到15.7% 诸韩代表实定22号和侨领物谈 赚达马英九总统的关心 实定表示日前返国数值禁建马总统 马总统呼吁侨胞注意身体健康 希望疫情早日平息 MERS肆虐南韩观光大受影响 根据韩国旅游业协会的数据 外国游客锐减超过8成 预测今年整体观光损失可能高达1085亿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32.7亿元